云林县超抽地下水的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水利署打算要新建湖山水库 今天进行第三次变更 环境差异审查也通过了 但是环保团体再度提出了强烈质疑 云林没有水库 当地水资源又极度缺乏 也因此超抽地下水问题严重 为了改善 水利署提出要盖湖山水库 当初还因为会破坏生态 八色鸟漆地以及榨干浊水溪等理由 遭到环保团体强烈抗议 不过它的环平还是在八十九年过关了 只是实际上开发却发现困难不少 而中区水资源局第三次提出变更设计 要进行环差分析 这次变更的是盈水路 原本规划要沿着清水溪河岸的路线 要改用隧道 否则盖不了 一场气候实在是影响太大了 那个从98年莫拉克台风 对清水溪造成冲刷 其实是一个很巨量的影响 把问题归咎给极端气候 环平委员对开发单位 一开始不好好评估 出问题再来提变更 做环差颇有为辞 而环保团体则批评 一直提变更 代表当初设计大有问题 尽管如此上午案子还是通过了环平大会审查 而包括这一次湖山水库的开发案 已经做了三次变更设计 预计再加上蓝核验恐怕还有第四次 甚至第五次 这让环保团体痛批 开发单位一副就是投过身就过的态度 反正让环平先过关 先抢快快开工 如果后面有问题 那再来想办法见招拆招 记者林前面谢其文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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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